视频中的影像是邓丽君和两名逃兵合影的画面 左边是孙天晴 右边是王学成 两人都是从大陆空军叛逃至台湾的飞行员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王学成 1983年11月14日 王学成按照部队要求执行巡查任务 他淡定了驾驶歼5战机 从戴山机场起飞 然后在空中盘旋 一边盘旋一边关闭了无线电 然后降低高度 低空飞过我国空军的雷达网 随后拉起飞机至高空 一路向南边的方向飞去 这个方向可不是执行任务的方向 一开始部队还没有发现部队 因为王学成来到部队以后 各项训练完成的还是比较认真的 再加上他的背景 所以没人会想到他会叛逃 而当地面发现他驾驶的飞机 把无线电关闭以后 才察觉事情似乎不太对 立马开始对他进行了追踪 但是此时他已经飞离了追踪范围 就这样 他驾驶飞机飞到了台湾领空 他刚一出现 就被正在执行侦查任务的台湾空军发现 双方一面撞上 王学成立马开始摆动机翼 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目的 不要把自己给崩了 在他不停地摆动机翼的情况下 对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虽然没有对他开火 但是也没有离开 就是这么跟在他的身边 看着他 看着他目不转睛 王学成也明白 对方可能还是不信任的 所以会坚持他 就在这时 飞机响起了报警声 他低头一看 油箱见底了 紧剩的那点油 最多支撑他找到最近的机场降落 他想要通过无线电呼叫 告诉一直护送他的两架飞机 但是试着呼叫了几次 压根没有声音 他只好放弃了 然后拼命地在飞机上打手势 表示自己要降落 再不降落 自己就要嘎了 然而 跟在后面的人 根本不明白他的手势是什么意思 毕竟用的不是同一套手势 王学成急得额头直冒汗 但也只能一边控制飞机 一边拼命地打手势 终于 身后的人弄明白了他的意思 于是绕到了王学成身后 准备带他降落 但是此时王学成驾驶的飞机 备用油量都快归零了 但凡再晚一点 他都得跳伞逃命了 乡下一看 他发现西边有个机场 也不管身后的人是不是愿意了 直接转向飞向机场 同时放下了起落下 来不及转到顺风方向着陆 他只能逆风迫降 在跑道上 东捧一下 西壳一下 好不容易停了下 跳出机场后 等在这里的人 见到他就跟见到了大宝贝一样 当然对于他的关注程度 完全是因为他身后的那架歼5战机 毕竟这款战机 对于当时的大陆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甚至这架战机都是我们快退役的战机了 但是我们不稀罕 不代表别人不稀罕 连带着看着王学成的眼神 都充满了慈爱 为了奖励他 也是毫不含糊 当场就给了他3000两黄金 还答应他过几天就给个少校 王学成那也是喜笑颜开 这可是他心心念念的好东西 甚至后来 他还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当然这个老婆也是有特殊身份的 而他之所以从大陆叛逃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 对岸为了策反我们的飞行员 究竟能有多大的手柄 不仅奖励千两黄金 而且送上了貌美小小妻 甚至安排加官进爵 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面对这样的诱惑 自然有人坚守不住 王学成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来王学成能够如此顺利的叛逃 而没有被及时发现 完全是因为他的家世背景 1955年出生的王学成 基本没有过过苦日子 那个年代的家庭 基本都比较贫寒 因为属于建国初 国穷家穷 别说上学读书了 养活成人都是问题 但是王学成并没有这方面的苦恼 因为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 工资待遇相当的不错 祖父还跟随毛主席打过仗 是国家的功臣 后来退伍转业 也是国家高级干部 而王学成从小就是在 别人羡慕的眼光里长大 但是也因为父亲是干部的原因 常年都不在家 他和祖母一起生活在河南开访 不过即使父亲没有陪伴在他身边 他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 祖母很是疼爱他 他也算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 在学校学习成绩也算是不错的 只不过没有父亲在身边教导 他多多少少有点交纵 在老家待了16年后 或许是父亲终于察觉到了 他的性子交纵 于是就把他带在了身边教导 因为父亲的关系 他是享有优先参军的权利的 正好父亲也希望 他能去军中磨练磨练性子 所以等他高中毕业之后 父亲就把他送到了部队里 接手训练 没过多久 他就到保定的一所空军学校学习 而空军在我国可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对空军的要求也极为严格 很多人想当空军 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汗水 但是王学成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 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机会 有多来之不易 也不知道自己是受了特殊照顾的 从保定空军学校出来后 他又顺利地进入了南方一家 空军飞行学校学习 毕业之后 就直接被分配到了海航 他也算是军人试驾 一家子都是国家的顶梁柱 而国家为了培养他 也是花费了很多心思 再加上他的祖父和父亲的身份 所以对他也是寄予厚望 起初他也的确是表现不错 平时训练也很认真 没有懈怠 没过多久 他就被提拔为中队长 而后还娶了个美娇娘 在这之前 他的生活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羡煞旁人 但是此时他却心生不满 因为刚结婚 他就回到部队接受训练 虽然妻子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抱怨 可他却不乐意了 他希望能够和妻子甜蜜一段时间 不过身为军人 自然会有所牺牲的 他牺牲的就是陪伴妻子的时间 那时候 他一年只有一个月的假期 他认为这时间太短了 即使这个休假时间 在全世界都差不多 在三个兵种里 也是最长的了 他向部队请假的时候 领导也再三和他解释过 但这并没有能让王学成满意 再加上之前他的祖父 因为某些原因被扣了帽子 最终郁郁而终 即使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前途 可他还是觉得对他不公平 再加上请不下来假 他觉得这更加不公平 渐渐的 心中的不满越发强烈 终于 他在听到某个电台的广播后 萌生了叛逃的想法 他听到那边许诺了许多好处 金钱 地位 美人 等等 这诱惑力是相当的大 最初他也只是有叛逃的念头 还没有付出行动 但是他的好友 乌荣根 却先一步叛逃了 这才让他按耐不住 开始了叛逃行动 从大陆叛逃至对岸的飞行员 真的过得好吗 他们承诺的高官后路 美人环绕 实现了吗 以王学成为例 我们看看他叛逃后的生活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王学成成功叛逃至对岸以后 对方确实给了他一定的黄金 也给了他一个少校军衔 还安排了一个美娇娘 更是派出了当时的国民女神邓丽君 亲自接见作陪 一时间 他可真是悬梁上扭秧格 差点高兴死 而且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 还专门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当着所有记者媒体的面 给他受的闲 然后对他是一顿彩虹屁 吹得他嘴角都咧到了耳朵根子 之后 还专门安排他到处寻讲 自己叛逃的英勇世界 按理来说 君贤已经是少校了 事应该不少的 只不过怕他累着 基本就没给他安排什么任务 每天就当个吉祥物 突袭一下寻讲 露个面 其他时候 他就可以回家和美娇娘 甜甜蜜蜜的过二人世界 这样的生活说实在的 不正是他最初叛逃时 想要的生活 但是渐渐的 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好歹他也是经过 专业训练和学习的飞行员 就算技术不够精湛 但是干点技术活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的内容 就更别提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了 核心技术也是完全接触不到 他成了一颗朴实无华 且毫不实用的空华瓶 感觉到这一点的他 开始想要找些事情来证明自己 但是却没有什么用 先前的美娇娘再也不复温柔 吉祥物的日子也不再那么舒坦 他开始想念在大陆的亲日 但是再想念 他也没有回到大陆探亲的机会了 其实除了他 其余叛逃的人 也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场 可能一开始 确实风生水起 但是往后就不一样 毕竟叛逃的人 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被重视 能叛逃一次 就能叛逃两次 至于最后 他们是否会后悔当初的举动 可能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吧 可能也不再说不一样